民进党的关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他们非常爱惜他们的生命 当进了这一批疫苗进来 由于这批疫苗在南非有了状况 在韩国有了状况 在欧洲的德国 现在传出在这个荷兰 在很多的地方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有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停止在施打这个疫苗了 所以他们内心里面对这个疫苗不信任 可是他又拿不到疫苗 他只拿到这个AZ疫苗 可是他又不信任 怎么办 就推给台湾的医疗的前线 也就是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先打 可是问题就在于 媒体记者看到这么多的国家都已经停止施打了 而有一些 我不是说全部 有一些台湾的医护人员 他们对这个疫苗 有疑虑 他们对这疫苗不放心 所以他们认为这疫苗应该再考虑一下 在这个情形下 他们就会有一种抵制的情绪 目前来讲估计 台湾愿意施打疫苗了 大概只有六成 医护人员有意见 可是医护人员都不打的话 那就没有人要打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记者就问 陈思忠你打不打 他不回答 你还又问那蔡英文你打不打 他说必要时候再说吧 你还就问苏贞昌你打不打 他说如果都没有人要打的话 我再来考虑看看 您就可以知道这就是民进党的官 非常的珍爱生命 所以他们不会站在第一线来去做冒险 因此他们会左闪右躲 到目前为止没有民进党的官敢出来说 我率先打这个疫苗 因为他害怕打完以后他没有了 他出了状况了 他拜拜了 他的官也不用谈了 你就可以知道 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官 他怎么可能愿意死下呢 因此他要先看别人都打完了 没有问题 他才会打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官的特点 很珍惜自己的生命 感谢观看